9月16日 演员歌手乔任良在上海意外死亡 年仅28岁 经法医初步鉴定 以排出他杀的可能性 具体死亡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据知情人称 乔任良与女友住在一起 女友发现异常后报警 另有消息称 乔任良近期心情不佳 其死后身上有伤 已为自残 被发现时已死亡较长时间 乔任良的化妆师透露 前两天还在拍清代戏 他确实心情不太好 状态也不好 疑似证实乔任良患有抑郁症的说法 而乔任良的微博更新 则停留在9月7日 圈教主则在微博 爆出了一张微信截图 上面显示爆料人称 乔任良在浴缸里割腕 很多刀 头上还套了个缩达蛋